男生 夫妻有了小孩後 因為經濟狀況許可 會由父母其中一方在家照顧小孩 希望能一直陪在孩子身邊 那為什麼會考慮 就是要全自己全自帶小孩 因為我們小孩比較多 不像人家都只有生一個 如果生一個時候 他比較多我們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覺得這樣子 他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是有媽媽 媽媽再帶小孩 那會選擇媽媽自己帶小孩的人 我們想要自己陪小孩成長 不能親自照顧小孩的家長 在上班期間 可以將小孩送到託嬰中心 政府還補助部分的託嬰費用 吸引不少家長到託嬰中心 報名後衛 我們這邊總共照顧孩子的老師 大概有10位 我們現在託嬰的孩子是40位 我們收滿也是40位孩子 這樣子 所以一個老師大概帶 幾四個 我們目前在等待的孩子 大約有接近100個孩子 我之前也有 就是去找過那個 市府的那種託嬰中心 那個距離太遠了 所以如果加上要工作 我們放下 所以我就是在這個附近 找公司附近的那個保母 會比較可以看得到小朋友 把小孩交給保母照顧 費用比較高 當家長可以跟保母溝通教育裡面 選擇能配合的保母來照顧孩子 爸爸媽媽應該會考慮的部分 就是說他可能比較著重於 就是金錢上就是付出比較少 因為現在嘉義師也有加碼 所以變成說他就是可能可以補助 3000到5000 公立的話畢竟是一對多 選擇我們就是在宅的保母的話 大部分都是一對二而已 因為有些爸爸媽媽會想說 我希望保母會主動大家去學習 他會比較著重於 就是跟保母之間 教育理念的溝通 針對公立託嬰中心爆滿 保母費用補助的情形 目前無法得到嘉義市政府的回應 建議家長生下小孩後 多比較不同的育兒方式 以及政府的補助 以免自身權益受損 中正醫報 許嘉玲 陳婉禎 嘉義市報導 這是補助師的見面